疫情严峻 民众也会用快筛试剂 看自己体内还有没有病毒 有一名网友他就在网络上发问 说自己已经确诊将近两个礼拜了 但是快筛一直都是阳性 就好奇地问大家 都是第几天才转成阴性呢 对此医师表示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彩阴时间没有标准答案 指挥中心则提醒 从2020年至今 国内二次确诊个案就有1212例 所以并不是确诊过就有无敌新星 出现症状还是要注意 证实无敌新星可能会破功 随着确诊数暴增 民众最关心确诊后还会不会染疫 但其实在国内二度确诊 已经不是新闻 只是有消息指出 症状可能比第一次轻微 尽管目前症状如何都还没出现定论 但根据医师指出 新冠肺炎就像流行感冒 只要体内有病毒 无论第几次都有传染力 不过曾经确诊有抗体 引发重症几率相对较低 身上还是有活病毒的 你也有可能还有传染力 不仅二度染疫 让民众游行冲冲 就连确诊后何时转阴 也让人心惶惶 就有一名确诊者 上个月24号确定染疫 但经过13天休息 还是清除两条线 因此想知道其他人都是几天转阴 底下留言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14天差不多 也有人9天到12天就已经快筛阴性 这些病人他确实身上还是有活病毒的 同时也有很多病人 他们身上有病毒的残骸 对此医师解释只要体内有病毒 无论是活病毒还是抗原残骸 快筛都会是阳性 但由于每个人体质不同 何时转阴没有标准答案 而在美国数据研究中 就有25%的人7天之后筛解还是阳性 超过14天的也占了12% 还是尽量在家休息少出去 医师也提醒体内病毒到底是哪一种 无从得知 台中有民众前往连锁美食卖场 发现有人疑似为了挑西瓜 直接穿鞋踩在西瓜上 甚至还有人跪在西瓜堆上头 画面po上网之后 引来不少网友痛批 说太恶心了 根本是成人版的西瓜球池 卖场业者事后回应 工作人员当下发现就已经立刻制止 富人挑西瓜上的表演特技 直接穿着鞋踩踏在西瓜上 夸张的挑西瓜方式 让旁边路过的小弟弟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 同时也被民众用手机拍下 这是发生在去年八月 台中的连锁美食卖场 这回又有人挑战无极限 请相信你的眼睛 回忆男子连人带拖鞋爬到铁架内 还跪坐在西瓜堆上头 疑似就为了挑到最大最满意的西瓜 画面被拍下po网 大酸这样挑西瓜真优秀 也让大批网友全看傻眼 纷纷开呛 恶心好扯有过自私 用生命在挑西瓜 是里面有黄金吗 如果是榴莲还这样爬吗 甚至有人比喻 这根本是成人版的西瓜球池 对此美食卖场也回应了 工作人员看见已经立刻制止 更呼吁请勿爬上西瓜栏内 从未美食卖场 一大堆西瓜就围在铁网里面 夏天西瓜嘟到席 一般民众挑西瓜 万中要选一 先看外表 看不喜欢就得往下找 你看这个比较不好 往下找你看这个会 看久就比较好一点 好不容易找到一颗喜欢的反射动作 也要先拍一拍 就扎实就可以 听起来饱满扎实 就能放进推车 只是为了挑西瓜 踏到民众冒险爬上西瓜山 再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卫生 也缺乏功德心 建筑东西在台中 差不多 连日大雨导致苗栗县火岩山 登山步道约1.6公里处 严重摊坊 路基流失 虽然新竹领馆处会同火岩山 登山协会连日抢修 目前已经可以恢复 不通行 但因为路基不稳定 再加上最近降雨几率高 也呼吁要前往登山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苗栗知名景点火岩山 登山步道大约1.6公里处 因为连日雨水冲刷 路基土石流失 出现大面积的坍塌 部分路段原本的山径 已经完全消失 不知情的登山客 走到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坍塌处 一定是进退两难 新竹领馆处指出火岩山的土质 本来就比较松软 5月底前后因为连日大雨 导致山进的土石冲刷 路基掏空 和以往比较起来 更加难以行走 虽然日前会同火岩山登山协会的成员 入山抢通 目前虽然可以开放通行 但沿途还是有随时崩塌的危险 大雨造成这个土石松软 仍有崩塌的一个疑虑 所以呼吁山友近日 非必要就不要前往去登山 由于最近气候多变 火岩山地区也经常出现午后雷震雨 所以领馆处提醒山友 山永远都在不必急于时 除非必要否则应该避免入山 免得发生危险 九张星杰苗栗报道 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以后点外送可能要多花点钱了 付片大宣布 明天上午10点开始 外送订单将加收平台费 北北基每笔加收5元 桃园市跟新竹县市每笔则加收3块钱 就连原本有缴年费或是月费的会员 也得负担平台费用 马上就引起了用户们大反弹 贯报外送平台的粉丝专页 说以后不定了 但是平台也说明因为营运成本增加 而且在国外收平台费早就是趋势 其他的外送平台像是Uber Eats 则表示不会跟进 外送平台突然发通知给用户 每笔订单将加收平台费 7号上午10点钟开始就会实施 北北基每笔加收5元 桃园市和新竹县市加收3块钱 其他县市也会是整体营运计划调整 对于原本就缴年费或月费的会员 也通通躲不过都要加收平台费 只有选外带自取时不用收 公告一发出马上引起用户反弹 万报外送平台粉丝专页 直呼以后不定了 因为他还有外送费 现在外送费大概一次要50块左右吧 就已经有加了 这样真的太多了 目前还OK 他如果外送费不要那么高的话 不合理 因为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很多人失业 这种平台很方便 大家才会想要用 可是觉得不应该趁这个时候 就是有点像变相的在赚钱 许多民众无奈表示 以后可能会减少订餐次数 但也有人认为 5块钱只是小数目 对此外送平台回应 因为订单变多 营运成本也增加 因此决定收取平台费 而且在国外收平台费已是趋势 台湾只是比较晚跟进而已 有外送员也认为 近期的工作量的确有变多 最近比较忙 下雨天会比较特别 单量会比较多 再加上安全系也会比较危险 Fu Panda开出了第一枪 国内其他外送平台会不会跟进呢 Uber Eats表示 为了给用户良好的使用感受 目前并没有加收平台费的计划 眼看疫情还在延烧之际 物价又飞涨 如今点个外送也要收平台费 民众负担再多一项 记者时间 叶林泛台北采访报道